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使我们的能源使用 可以减少到10%以上 不但我们可以摆脱 受到能源的影响的程度 同时对于企业经营的成本 也有非常高的下降作用 好 还要更好 我们希望未来有这么多的企业 能够加入我们这个有意义的行列 为了鼓励更多民间团体 卷起袖子 身体力行 经济部能源局表彰18家自愿 推动节能的标杆代表 送上节能企业奖牌 自99年起 透过冷气不外泄 温度不低于26度 用电管理等方式 节能率高达5.24% 成效卓越也获得在场业者 大力肯定 赶紧钱了 能源局也赶快 所以要给他们卿订 台电这边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补到五百零几亿 那我们医院是法人医院 当然当港安泰医院一间 每一家月用电视要用三八十五万 一家月 10月要涨价的话 我给他算一算要超过三百十万 所以不得不加入节能 我们从好几年前开始 我们就响应我们政府所谓 节约人员的政策 我在前两年 前三年有一家饭店 用LED导入 真的花很多 刚才我们市长讲说 应该三年回本了 但是我在这边可以做一个验证 一个公证 两年就回本了 根据经济部的预估目标 三年百分之五的自愿节能 可省下约一亿度电 高达近三亿的经济效益 还可降低五点三二万公吨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既省钱又环保 节能减碳很 easy 小炭最happy 马上去做 不只企业带头响应节能爱地球 小朋友逗趣歌舞剧 也唱出全民心声 轻轻松松家庭也能环保减碳 让环保意识弱实 节能减碳才能成为真正的全民运动 唯一留下大麦 CN出带 好中间的美女要 class 谢谢 eling 但 berser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